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都知道她很喜欢唱歌 唱得也很不错 没火之前接受采访时被问及火了之后 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的时候 她一直都心心念念的想要开一场演唱会 所以演唱会这你回来了吗 虽然上午多到飞起 虽然很忙碌 但是张哲瀚真的一点都没闲着 也是一点都不给自己休息的时间的 这么忙的时间里她还要准备演唱会 看来是对自己这场演唱会爱得深沉啊 据说是在7月中旬哦 现在还没有公开首场城市和售票渠道 但是粉丝们已经迫不及待了 一个转发抽奖的帖子 短时间内就有数十万人参与 粉丝表示真的只能够再参与 这中奖概率啊真真的是极小的 山河力一生来之急的演唱会门票14秒受庆 参与这次抢票大战的人都知道有多难 张哲瀚演唱会大家期待了已久 但真正到来时大家是一半欢喜一半游啊 欢喜是因为终于派来了张哲瀚的演唱会 又是因为一想到有那么多人抢票 那可真的是太刺激了 不过这场大战那是一定要参与的 哈哈等待官宣购票信息 你们怕了吗 娱乐圈是盛产俊男美女的地方 她们不仅颜值高 还有能力维持自己的容颜 保养皮肤保持最佳状态 进而延缓衰老 因为她们都是靠脸吃饭的人 只有延迟在线才可以获得更多的机会 发展的才可以更加长远 商业价值才可以有所体现 在娱乐圈 范冰冰和张哲瀚绝对是最注重保养的男女艺人 在精致护肤这件事上 她们绝对是佼佼者 范冰冰为了养出好皮肤 随时随地的敷面膜 范冰冰前两年虽然出了不好的事情 公众形象大打折扣 可她的颜值一直在线 皮肤状态特别好 最显著的就是非常白皙 用白到发光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可以达到这种状态 范冰冰自然就是下了一顿苦功夫的 最基本的保养方式就是敷面膜 让肌肤充足保持水油平衡的状态 值得一提的是 范冰冰的敷面膜功力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最厉害的是随时随地的想敷就敷 丝毫不克制自己 当收工坐保姆车的时候 范冰冰第一时间拿出一张面膜 迅速附到脸上 然后该干什么干什么 娱乐与护肤两不耽误 吃饭的时间也不放过 面膜必须在脸上 只要把嘴部周围露出来 用范冰冰的话说呢 吃饭的时候面部运动反而有利于精华的吸收 在外出的其他场合 范冰冰依旧把面膜带在脸上 不顾自己被拍到争分夺秒的 抢时间保养 好像不保养自己就没机会了一样 可以说在精致保养这件事上 范冰冰绝对是女明星的表率 张志涵在保养方面呢 是男明星的表率 前段时间在某活动上 男明星生徒不行 引起大家热议 实话实说 他们的皮肤状态确实挺差 在美光灯下确实缺少美感 可是有一位男明星却扛住了 他就是张志涵 张志涵可以在图片无修饰的情况下 状态依然良好 得益于他平时的精致保养 与范冰冰一样 张志涵也是一位负面膜达人 在收工后立刻面膜安排上 直接带着面膜出现在大众视野 哪怕周围有大批粉丝和拍摄的媒体 就是要抓紧时间保养 现在疫情尚未结束 张志涵的口罩下面依旧是面膜 做好基本的皮肤防护 运动时或者运动结束 张志涵也会立刻附上一片面膜 这个时候是皮肤毛口都张开的状态 有利于精华液的快速吸收 综上所述 张志涵在护肤方面绝对算是男明星的表率 本来张志涵就错过了在小鲜肉时期走红 现在在儿立之年好不容易红了 自然需要维持容颜 保持少男感 对吸粉有好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